黑洞简直就是宇宙中的怪物 落入世间世界的每个物体 都会被扯成碎片 并被吸入其中 不过各位观众应该早就知道 黑洞的恐怖了 大家好 话说回来 要是两只贪婪的怪物相互撞击 并开始吞噬对方的话 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幸运的是 最近科学家终于解开这个谜题了 更幸运的是 各位观众只要观赏TopGen的影片 就能理解其中的奥秘了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大卫王怪物之间的冲撞 2019年5月21日 科学家观测到一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事件 两台拥有最高性能的 重力波探测器 LEGO和VERGO 记录到了这处事件 这起事件 其实发生于71年前 这起被科学家名为 GW190521的发生地点 距离地球约170亿光年 在天球上看来 它位于后发座 凤凰座 猎犬座的附近 GW190521 第一眼看过去 没有什么特别的 它只不过是 持续了几秒钟的 重力波信号 不过这其实是 相当惊人的现象 为了理解这个现象 我们需要进行科学调查 事实上 从观测结果来看 造成GW190521 诞生的原因 只有可能是 两个黑洞之间的碰撞 黑洞本身 已经是相当稀有的天体 两个黑洞相碰撞 更是相当罕见的事件 而这两个相互碰撞的黑洞 在黑洞中的质量 也算是相当惊人的 它们的质量 各是太阳的85倍 以及66倍 当这两个黑洞撞击时 它们互相吞噬 并形成了一个质量 有太阳136倍大的宇宙怪物 你说数字没有对起来 剩余的质量 被重力波转化成了能量 这是科学家观测到的结果 让我们在脑海里 重新构建起 这件事的发生过程吧 请你开始想象 两颗阴森的黑色球体 在黑暗的宇宙中 发出微弱的光芒 这两颗球体之中 并不存在空间 以及时间的概念 球体能够以潮汐力 撕裂任何接近它的恒星 或是行星 这些星体的残台 变成了细长的 意大利面的原料 并被吸入球体之中 在数百万数十亿年的时间内 无法抗衡的引力 将这两个黑洞 拉近彼此 两个黑洞 围绕着共同的重心旋转 并在宇宙中 形成了一个圆 每当它们回转时 就会越接近彼此 当越靠近彼此时 旋转的速度就会加快 并开始扭曲附近的空间 距离和相互接近的速度之间 也有关联 换句话说 黑洞之间的距离越近 朝对方前进的速度 也就会越快 当它们之间的距离 只有一天文单位时 应该在下一瞬间 就撞上对方了 最后较小的黑洞 落入较大的黑洞之中 较大的黑洞 也因此更加壮大了 在以前 科学家也观测到过 其他黑洞之间的冲突 不过GW190521 有着其独特的特征 首先这场碰撞发生在离地球很远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 没有特别的谜题需要探讨 第二点 科学家对于造成这场大事件的宇宙怪兽的质量 有着许多疑问 最后是第三点 这场研究发现了相当有趣的数据 让我们一同来解开它吧 为何如此丰满 被现代天文学普遍接受的恒星演化论认为 一般的恒星黑洞是巨星在经历了其明亮但短暂的生命后 产生超新星爆炸 核心崩塌后形成的 这类型的黑洞的质量通常被认为不会超过30到35个太阳质量 不过从理论上来看 巨大的恒星核心也有可能紧缩 并形成一个有65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而通常位于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过程 也跟恒星黑洞完全不同 科学家提出了许多理论 现在最有可能的理论 认为超大质量黑洞是由巨大的分子云塌陷而形成的 超大质量黑洞的质量是太阳的好几百万 或是数十亿倍 你应该很快就会注意到两件奇妙的事情 第一点就是 恒星质量黑洞与超大质量黑洞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 从理论上来讲 这之间应该有一个中等质量黑洞来填补空缺 但科学家几乎找不到中等质量黑洞的存在 另外科学家也很难确定中等质量黑洞的形成过程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 在GW190521中相互撞击的两个黑洞 正是科学家不断寻求的中等质量黑洞 比较小的黑洞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毕竟很有可能是测量中出了错 不小心把它的质量给算大了 不过较大的那个黑洞则给了科学家无限的想象 如果这个黑洞是从恒星崩塌的核心中诞生的怪物的话 那么最初的恒星的质量究竟有多大呢 科学家所知的形成中等质量黑洞的唯一方法 是将两个较小的黑洞合并 发射出GW190521讯号的恒星系统 可能曾经有过两颗以上的恒星 尽管跟两颗恒星组成的联心系统比较起来 还要稀少得多 但三重 四重 五重的系统还是存在的 也许在数十亿年前 GW190521的恒星系统看起来跟现在相当不一样 在那里有几颗非常巨大且高温的蓝色巨星闪耀着 从附近的行星系统的星体上看过去 应该会看到跟卯秀星团相当类似的美丽的星团 不幸的是最明亮且质量最大的星体 通常都是最短命的 星系中的一颗恒星发生了超新星爆炸 在重力的作用之下崩塌成一个恒星质量的黑洞 其质量约等于十到十五个太阳 而在那之后 同样的命运降临在了另一颗恒星上 于是这两颗星诞生的黑洞 就开始吞噬多重星系中的剩余物质 物质开始落入黑洞之中 黑洞的质量也就不断地增加 在最后一颗天体消失在黑暗之中之后 这个过程终于停止了 剩下的只有两个已经变胖了好几倍的黑洞 你应该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尾了 在两个黑洞合体后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在里面数颗美丽的星体正静静沉眠 大事件之后 2020年6月 在GW190521被观测到后的13个月之后 科学家记录到另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他们观察到了一道在理论上不可能会发生的闪光 那么这道闪光是怎么来的呢 或许是来自另一个黑洞 这就很有可能是我们在寻找的答案了 说不定一个尚未被人类发现的超大质量黑洞 已经来到距离这个新生黑洞相当近的距离了 这个新生黑洞被超大质量黑洞的重力 像是投食机一样 以秒速200公里的速度被射出 黑洞被喷飞 并触碰到了超大质量黑洞的吸击盘的一部分 接着闪光就发生了 不过也有人提出了另一个非常奇特的理论 简单来说 我们完全误解了GW190521这个事件 它说不定根本就不是因为黑洞互相撞击而诞生的 实际上发生碰撞的是另一个更奇妙的物体 玻色紫星 玻色紫星是一个假想的天体 它是由同样也是假想中的 质量不为零的稳定物质 玻色紫组成的 而我们现在唯一所知的稳定的玻色紫是光子 但光子的质量为零 玻色紫星可能是一颗不发光 且质量相当大的天体 也就是说 一眼看过去 玻色紫星可能与黑洞并没有什么区别 也可能是玻色紫星制造出了暗物质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假设 不过玻色紫星与黑洞不同 它之中可能没有事件事件 当玻色紫星互相作用时 可能会产生令人非常惊讶的现象 举例来说 在2020年发现的不同寻常的光 可能就是玻色紫星产生的现象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你观赏这次的影片 要是你喜欢的话 我们会很开心的 可惜的是 这个发生于几十亿年前 于2019年被记录到的这个谜团 可能要等到我们更了解宇宙之后 才能被解开了 新的研究可能会证实 现今科学家所提出的最大胆的假设 也可能会导向另一个新的学说 毕竟我们是无法预测 自然科学的世界的 不过大家可以很简单地预测到 Top10频道会一直都在 等待大家的到来 还请再次光临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准备许多有趣的主题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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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